救命 救命 這槍讓我幫你離開 Ritter, 我一定會幫你和我的家族報仇 長海, 沉歡喜, 徐天堂, 鄭淑梅 彤彤都要死 今天是我最後一天, 真是多謝大家照顧 我才可以捱到今天 我們已經當你自己人了 我已經再不是警察 傻人一個, 本退休人士 你黑白兩套認識這麼多人 反正了我們要跟你搵食都不頂呢? 你們說是不是? 是啊 卓斯尔在第一步的最後 剃爆Seed開槍幹掉大Boss 也就是這一槍讓他坐了三年牢 出來之後不但不能做警察 還要被警方監視和保護 畢竟作為曾經CIB的領頭羊 想拉攏他或者幹掉他的人可不少 負責監視卓斯尔的Madam Down 更是把他當作眼中盯來看待 而卓斯尔被放出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來到牧族店找爆Seed 但門口的店員卻說 他已經很久沒有回來 而且七嘴八舌的廢話很多 其實他真實身份也是一個Madam 負責調查的就是爆Seed失蹤一案 剛才在牧族店就是過去查找線索 可就在他和Madam張匯報工作進度的時候 畫面一轉 卓斯尔正在窃聽著他們的談話 也從中了解到了案子所有的疑點 我幫我手上全部不知道爆Seed 和朱仙的真性身份 這樣很影響我們調查中 就算阿姐開會 搓我 我都一個字不會是漏出去的 被爆Seed究竟是捲進了什麼事件中呢 他和土地朱倩共同調查一起人體器官的案子 為了情報 朱倩來到夜總會裡陪酒打探消息 才得知原來那些有明星夢的小模特 條件好些的都被安排在這裡陪酒 而朱扒一點的都會送去泰國人體買賣 這都是一個叫小寶的女孩告訴他的 因為他的姊姊大寶正要被送去泰國 爆Seed得知後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 老婆 不要出事啊 聽我說 你不太想你耶 爸爸催人 帶你回去喔 但誰知對方接了個電話 臨時改了行程 爆Seed也意識到自己暴露了 想衝上去截停對方 可就在這時兩側可衝出一輛車 向他撞了過去 他利用路障解決掉一輛之後 另一輛車的人便直接開槍 為了躲避子彈自己的車也翻了好幾番 好在最後人沒出事 眼下人是肯定追不回來了 只好先來和徒弟會合 你明明這麼小心 為什麼行動會黃了 我都不知道 是呀 你不去哪裡 都埋在附近 我現在帶你過來 喂 出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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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爆Seed是故意接近韓醫生的 他認為人體販賣組織以及失蹤的徒弟都和他有關 所以不但故意在他面前表現得窮困潦倒 而且對他的好心救治而感激涕淋 這樣他下一次就可以順理成章地再過來拜訪韓醫生 而卓瑟這邊 為了找到失蹤的爆Seed 主動要求和Madam章合作 但Madam卻說 如果你能夠打開爆Seed的加密文檔再說 密碼就是爆Seed設置的幾個問題 最後一次機會 坐著就鎖機 你最喜歡什麼地方 隧道 為什麼 那裡是他唯一一個不用認識身份和最安全的地方 如果說著Seed不瞭解他 那世界上就沒有更了解爆Seed的人了 果然成功解鎖了文檔 知己知彼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時間很快來到一周後 爆Seed果然又來找韓醫生 這次想讓他親自主刀就一個患有心臟病的朋友 但韓醫生卻說 目前星緣很緊張 爆Seed卻說自己在泰國有路子 不需要他擔心 但他卻突然大發雷霆 當眾把爆Seed趕走了 他這次露面也讓卓瑟順著線索找來 他搞清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原來那次行動結束 他親眼看到自己的徒弟被人掳走 追上去才看到 他已經被麻醉在了手術台上 親眼看到韓醫生的手術刀 在徒弟的身上游走 而且也坦白地自己準備綁架韓醫生 探探他的底细 画面一轉 他已經被爆Seed綁到遊艇上 說是要脅迫他為朋友動手術 但突然衝上來一大批人馬 試問一個醫生哪裡會有這麼大的能量 韓醫生也語出驚人 說自己為世界各地提供人體 驕傲地彷彿掌握了所有人的生殺大權一般 爆Seed也順時提出要跟他做事 我給我一個機會我跟你穩直 把他撐勾勾他先 對直指責你殺了我 你最早還支撐我的頭 這些保護不到我嗎 這隻垃圾 丟下去餵魚 這一槍沒打到他身上 也就證明韓醫生接納了爆Seed跟自己混飯吃 而他的第一個差事 就是來和外國集團要下次合作的定睛 只見這個長得像馬鳴的男人 第一次見面就直接將爆Seed的身世說了出來 甚至中學在哪裡畢業都一清二楚 而他則是看了一眼對方 驗了一下抄就走了 但是就在開車離開的時候 衝出來一票人想要搶走他的箱子 很明顯這就是標準的黑吃黑套路 爆Seed自然也是直接找上了門 只見他慢慢悠悠地喝著啤酒 似乎正在等他一樣 錢是你搶的 又引我來 由一開始 我沒想過和韓健二合作 黑市器官的需求有多大 你和我都很清楚 我爭的是韓健二的課源供應 為什麼我不自己做 總之一句話 就是想讓爆Seed臥底在韓醫生身邊 套取韓醫生整個銷售渠道 可是隨後在爆Seed回去交述的時候 克萊英竟然在背後出現 韓醫生也怪爆Seed不小心被人跟蹤 讓手下打了他一頓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就是爆Seed送來的見面裡 如果不是他 克萊英連韓醫生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Madam莊這時也查出了警隊的內監 就是通風報信抓走爆Seed徒弟的那個人 所以CIB的梁瑟兒趁他打球的時候 故意放火換走了他的手機 另一邊卓瑟正被一個社團老大帶人為主 了解後才知道對方是想拉攏他 但怎麼說曾經也做過警察 卓瑟自然是不肯加入社團了 可丟了面子的大佬怎麼能放過他 他們都在互相試探對方的底線 好在爆Seed笑嘻嘻地及時打斷 才沒讓這次聚會變成談判 與此同時 韓醫生不肯透露的秘密手術室 竟然被Madam蔡找到 而且裡面 還躺著一個要被拆走眼角膜的可憐人 他聽著門口的談話聲 以為自己馬上就要暴露 誰知突然來了一隻大手捂住了他的嘴巴 並且用手敲打密碼告訴他自己人 他們只好在冷庫裡面等外面手術完成再走 不過好巧不巧門被人鎖死 只能用一隻手術刀 慢慢滑破鏈接電子鎖的鐵管 可女孩子終究怕冷一點 她便一邊抱著Madam蔡一邊割鐵管 割了個把小事好在是把門打開 當然卓瑟也是一點沒閒著 他們跟踪黑警的時候發現 這個Madam留的老公突然呼吸困難 送到醫院才得知她有嚴重的心臟病 已經到了換心的地步了 此時她又接到電話 說自己老婆吐血進了醫院 趕過來醫生說她老婆肝硬化已經到了很嚴重的程度 讓她做好換肝的打算 畫面一轉 這個黑警Madam留不知道從哪得知的消息 也找到卓瑟合作 因為她已經去醫院做了肝臟匹配 她的肝可以換給卓瑟的老婆 但前提就是她要去總部 偷出有自己犯罪證據的那部手機 這樣不僅自己老公有心可患 她的肝也能救卓瑟老婆 她回到醫院看著病樣樣的老婆 心裡也似乎有了答案 她晚上喝酒解悶的時候 故意在酒吧門口撞向古惑仔 而且下重手教訓了他們一頓 並且留下姓名地址讓他們明天來拿醫藥費 第二天這些古惑仔果然如鱼而至 這裡外表是建築公司 實際上卻是CIB總部 看不下去的Madam莊不得不出手教訓他們 而卓瑟就趁此機會溜進去 偷走了那部至關重要的手機 喂 卓海 你走不掉了 給我半手機 不好意思 我有故事 范小姐 你考慮得怎麼樣 我還沒考慮 病人的病情真的很危急 不能等的了 我需要多點時間 知不知道規矩 我免得跟你低急職員談 你們老闆來吧 七十萬一本 你不怪沒買 歡喜哥多年之後也回到了香港 但還是撈著偏門 把收到的護照更名換姓高價售賣 不過卻發現自己其中一個小弟好像中寶私囊 本來想著放他回去和家人團聚 可這人非想取代歡喜 那也只有死路一條 這天報Seed替器官集團來收護照 但歡喜手下卻坐地起家 本來十八萬變成了三十八萬 他便直接瞄准對方 讓他知道報Seed為什麼叫報Seed 不過在二人互相開槍示威之後 樓上突然傳來槍聲 他看過去一臉驚訝 畢竟歡喜在第一步可是自己親手幹掉的 歡喜說自己也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坦白自己坐地起家 就是想讓他知難而退 因為自己不想把護照賣給犯罪集團做傷天害理的事 猜到他是為了將這些人繩之以法 才把護照扔給了他 而卓瑟這邊 黑警Madam還算說話算話 把自己的肝捐給了卓瑟老婆 但卓瑟也因此放過了一個大黑警和器官集團 浪費了報Seed這麼久的臥底行動 只好和報Seed說了對不起 為了再次收集證據 報Seed讓Madam蔡臥底到器官集團打探情況 不過偽裝成被拐賣的人始終有一定威脅 報Seed讓他趁早脫身 可他卻說自己現在可是寶貝 浑身上下所有的器官加起來直擊打亂 這才讓報Seed放心一些 然後來和卓瑟見面 提出要探探克莱因的底細 自己來到他的老巢安裝窃聽器 卓瑟和Madam在門口接应 但突然 外面有煌氣 後門走 走 快走 黑牛引用的應機M110射的補槍 好像有些插發子彈 他手無寸鐵來到天台 看到立在牆邊的步槍 殊不知自己已經成為了克莱因的火把子 兩槍正中Madam的胸口 他也看到了克莱因的長相 又開了一槍把他擊倒 這時卓瑟也衝了上來 他慢慢地抬起槍口又對準卓瑟 他當才的舉動不由地讓克莱因心聲懷疑 直接質問他是不是警方的臥底 之後報信直接提出 帶他去他最想看的手術現場 他將車開進一處停車場 換成了客戶車 與此同時作為公體的女孩們 也被運去另一個地方 他將消息敲擊成密碼告訴了報C 但他不知道報C這裡密不透風 一點信號也沒有 到了之後韓醫生才告訴他們 這裡一絲信號都沒有 只有他知道這裡在哪 而這些公體也都被帶了過來做身體檢查 體配合適的那個人就會被開膛破肚 此時卓瑟也察覺不對 但只能從監控中一點點的追蹤那輛客戶車的風景 幸好報C找到機會 划破了牆紙 把GPS裝置塞了進去 Madam這邊也心有靈犀地帶著大家拖延時間 但一群女孩力量還是有限 她也被兩下電倒在地上 趕來的報C假裝拿走電棍玩玩 其實調到最大功率 把三人直接電晕過去 然後準備把他們都放走 不過卻在拐角處正巧遇到克莱因 他們兩個這番操作給卓瑟爾也搞了嗎 還把卓瑟爾抓了回去給韓醫生 該說不說卓瑟爾戲是真好的 她一口咬定是自己過來建議勇為 韓醫生也不想和她多廢話 讓報C直接動手幹掉她 而報C也十分聽話 抬槍的瞬間調轉方向 砰砰兩槍把身後的小弟全都解決了 韓醫生健壯是撒腿就跑 可她一個醫生哪里是這三人的對手 很快就被按住動彈不得 就在他們以為大功告成的時候 突然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原來狡猾的韓醫生逃跑的時候 拆掉了麻醉機 現在空氣中到處都是麻醉機 自己打了阻斷藥所以沒事 但她還是低估了報C的任性 她拖著疲軟的身體衝上來 對著韓醫生就是一頓暴打 腦海中都是被她殘忍下手的徒弟 幸好梁瑟爾及時率感到 不然韓醫生可能直接被就地正法了 不過案子還沒完 就在他們準備把韓醫生帶回警署 周遭卻突然衝出來一大批飛虎隊 報C 你真的幾幫得手 我之前 比太低分離 我沒收到任何指示 唯有其他department來take action 這宗案子你阿姐都沒資格知道 跟我回去你 現在人是C.I.B.Line 如果你要人 請你正式申請 你的態度 就是拒絕合作 本以為可以看場好戲 但誰知手下人又傳來消息 說是Madam Tsai被綁架了 趕過來才發現是這個黑警Madam 她不惜自曝身份讓韓醫生為老公換心 而且癲狂到直接向Madam Tsai的腿上開了一槍 好在她老公良心未免 用自己生命要挟她自首 而報C見到這一幕也是心軟 同意放韓醫生進來先為她老公手術 沒想到瘋了的韓醫生竟然想搶槍 當然被眼疾手快的克萊因一槍斃命 第二天他們召開記者招待會 大肆地宣揚了保安局這次的行動安排 甚至還準備來C.I.B.插一腳 他所說的是保安局新成立的安全部門 主要負責有走在灰色地帶 讓香港的犯罪活動处於萌芽階段時被及時發現 當然吸引報C的並不是花哨的血頭和豐厚的現人肺 而是眼前這個神秘的男人 和雙面間諜帶來的刺激感 隨後也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卓瑟爾 看著報C如今的樣子好像曾經的自己 他也放心把接力棒交給他 然後跑來和歡喜酗酒 這似乎是他們第一次和和氣氣地坐下來吃飯 回憶起他們聯手幹掉了魏德信 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如今的卓瑟爾不是警察 歡喜也不是社團大佬 但他們都成為了有走在灰色裡的人 說白了就是多管閒事的人 吃完飯他就找到魏瑟爾說出了自己的猜想 說他應該是前崇聯做管惟耶的兒子 卓瑟爾希望他可以去建倉見見自己的生父 但他只說了一句別再調查我 便轉身離開 之後他便和惟耶151事說了這些以後 心裡的大石頭也算落下了 而且現任崇聯做管浩羊也表示欠他一個大人情 如果之前有什麼得罪的 不好意思 道歉吧不用了 你叫你的年輕人早點收工 天頭那麼曬 補我這麼久很辛苦的 我沒有幾人補你 那他們是誰 這人表面上看文文弱弱的 誰知道戰力還挺強 而且之後跟他來到如今的崇聯也發現 這裡和其他社團大不一樣 都是現代科技的感覺 他也立刻意識到眼前這個小伙子並不簡單 而且報Seed和Madam莊等人也已經查到 他不僅利用網絡開設賭場 還拿到菲律賓合法牌照 令警方也沒有辦法 所以想讓小蔡臥底到崇聯搜集情報 而報Seed就是他的聯絡人 而卓瑟這邊也是麻煩不斷 他老婆作為律政司負責韩醫生的case 但是發現其中的證人都不願出庭作證 下班的時候維瑟過來找他 希望他懂得便通 大概意思就是讓他放過韩醫生 因為就在剛剛他已經和韩醫生達成約定 如果韩醫生肯指認名單上的人 保安局一定會讓他無罪釋放 畫面轉回來 卓瑟老婆定然是不會被他干擾 維瑟為了讓他思緒不在案子上 竟然直接說出他的肝就是黑警換給他的 而且是在卓瑟和黑警察的勾結下 如果上了法庭黑警指認了韩醫生 那他一定會讓卓瑟跟著遭殃 他回到家看到手術留下的疤痕 一時間不知道該哭還是笑 想到這一切都是卓瑟拼命為他換來的 心中也有了答案 開庭後 他的表現可以說是無懈可擊 無論各種疑點都被他逐一擊破 但就在問到最關鍵的證據時 他考慮到卓瑟的處境 故意拿出檢方的弱點導致敗訴 讓韩醫生無罪釋放 這可讓鮑瑟氣憤不已 要知道他的徒弟就是被韩醫生摘走了所有器官 不僅和維瑟大吵一架表明立場 又來找到卓瑟老婆心事問罪 但他可沒閒著 要我說律師的腦子就是靈光 他打起了器官獲贈者家屬的主意 這樣既不會連累著色又可以給韩醫生定罪 但很不幸 他也因為過度勞累導致肝腎功能減退 倒在了著色懷裡 與此同時 Madam Tsai也開始自己的臥底計劃 他來到網吧瀏覽打牌網站 故意輸給對方然後套錢再玩 周而復始一晚輸了二十幾萬 他雖然嘴上說著不想做聯絡人 但Madam Tsai被人追仗的時候爆出她的名字來 他還是找對方的老大和姐 還成功地安排他去對方社團的賭場上班 就這樣吧 其實二十幾對我來說很濕碎 最重要可以和爆笑你做個朋友 而回到社團的浩羊 一回去就被其他老大打壓 只因為他賺的前座管是他的干爹 呼籲大家不要撈片門轉座正行 但其他幾個老大怎會同意 一時間吵得不可開交 隨即大家便提出選一個化石人出來定奪 以兩個月為期限 誰賺的錢多誰就是新座管 Madam Tsai也因為報C的操作 能躲在浩羊的場子打工還債 而且這詭異的舞姿 看得浩羊還有點喜歡的感覺 而維瑟爾這邊也為SIA招攬了一名新成員 就是徐天堂 而他負責的第一個case就是浩羊的網絡賭場 不過隨後他和阿梅解釋道 自己只是過去臥底而已 與此同時他們都望向了沙發旁擺著的頭盔 沒錯就是樂少戴過的那一個 而卓瑟爾這邊也因為浩羊遇到了麻煩 之前在浩羊被砍的時候他就在一旁 所以金青社過來敲敲編故 讓浩瑟爾不要多管閒事 但其實他早就答應了維也幫浩羊選到作管 無意間調查到原來他們的賭場 一直有人在冒名頂替 難怪營業額差了很多 經過調查 他們找到了模仿浩羊賭場的IP地址 但來了卻發現這裡有層層把手 還被追得上蹲下跳 幸好報SID即使出現幫手 但他對於幫助浩羊徵作管表示十分不理解 這個消息放眼整個CIB也是相當炸裂 不僅如此 卓瑟爾剛來社團第一天 就把Madam蔡從兔女郎的位置上調走 也發現她經常偷偷地用摩斯密碼 想你鬼鬼祟祟在賣電腦做什麼? 剛才我的鏡頭髒了 我要把它擦乾淨 你是不是偷偷地把賭客的名單交給父老 我不知道是誰的父老 我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他不說就給我打到他說 是 我現在知道阿兜的身份 為何要成為CIB 保護阿兜是你們的責任 不是我 為何你要加入黑社會來對付我們 是你告訴我 做警察不可以亂來 逢出一步就回不了拳頭 是你教我怎麼做個好警察 為何要退回所有的東西 卓瑟爾成了社團裡的智囊軍師 替重聯社找出了正在臥底的Madam蔡 而且還縱容小弟對其拳打腳踢 Bossett得知此事之後更是暴跳如雷 因為卓瑟爾如同他師父一樣 很難相信他會做出如此反常的舉動 二人一時間吵得難解難分 不過第二天他和Madam蔡碰頭才知道 他出事的消息並不是自己發的求救信號 而是卓瑟爾的手柄 這下子卓瑟爾身份變得扑朔迷離 而卓瑟爾這邊也打聽到 為競選作館的福禄提供技術支持的就是歡喜哥 浩羊到這才知道 原來歡喜哥和卓瑟爾是老相識了 你別跟我說你喜歡了我 我對男人沒興趣的 當然了 如果不是 為何我每次抓你都給你就行了 你以為你真好性 卓瑟爾也不如正題 希望歡喜不要再提供技術給福禄哥 表面上雖然答應得好好的 其實他被地里和第三個老大勾結 準備將浩羊和福禄一併吃掉 路我又跟你鋪好了 宋年我坐管你又坐硬了 到時你上位 不要忘記了找數 到時我做宋年小大哥 你就是我大大哥 哈哈 而Madam菜這邊上次被卓瑟爾掃地出門 這次來到他們的對頭福禄這邊做事 卻發現這個福禄極其小心 場子裡面到處都是攝像頭 不過這些也成全了報C他們 黑客進去就輕而易舉地得知他們的下部計劃 而Madam也準備開始安排人和卓瑟爾接觸 準備策反他成為縣人 但是在座的各位不是卓瑟爾的老部下 就是他的小迷地 個個都不願去 沒辦法Madam只好親自上陣 而卓瑟爾似乎也在等待這個機會 輕而易舉地就答應了他 相反Madam菜這邊臥底之余 右手仰打了幾把牌 輸個金光 又讓報C給他擦屁股 哥哥 只有十匹而已 你女兒搶我們七十雞 你沒錢就不要扮Hero 這個賭場根本就有個福 魚站在那裡釣蝦帽仔 不如找條大魚 試成之後去分回大魚 但我又不認識你這隻老鼠有什麼水 那我怎麼相信你這隻老鼠哥呢 我啟哥你都不認識 好打技有限 紅鷹楚館包屁 我狗獎 如何評價一個臥底優不優秀 就要看OG請你回來說了什麼 撈蝦鼓玩 你那個法律還在那 我隨時可以開飯 這小場面可嚇不住他 畢竟一年被請回來幾十次 另一邊因為社團內鬥 上一任作管維也被人在獄中行刺 如今還生死未捕躺在ICU 隨後他來找到維斯爾希望他放下戒指 見自己親生父親最後一面 他給了你什麼好處 金錢 名譽 地位 做開警隊高層 現在想做黑社會大佬 雖然他嘴上說著和他父親一點關係沒有 但是傍晚還是來到監倉 找到對父親下手的那個人 浩羊並不知情 還以為是福禄為了爭當做管才做的 便讓手下找到Madam才 用還錢來威脅他 讓他偷偷在福禄的場子動手腳 但誰知道 這天他趁著四下無人來到電腦機房 想竊取客戶資料 可這成堆的機器附荷過大突然起火 眼看火勢越來越大 他只能躲在一旁 感覺自己的生命在一點點被濃煙侵蝕 幸好浩羊及時趕到衝了進來 一記華麗的公主報就走了Madam才 雖然報Seed指責他做事不經大忙 不過這也成全了他們後面的計劃 他看著先是告訴福禄自己有相熟的電子師傅 可以修好主板 然後讓卓斯爾在路上動了手腳 把所有的信息都交給了Madam 而福禄這邊還沒等Madam修复好主板 就主動出擊來找浩羊的麻煩 因為他懷疑自己的場子著火就是浩羊做的 而浩羊也認為是俘路找人在尖艙對乾爹下手 有哪隻眼睛看見我放火 一隻 兩隻 三隻 三隻 全部人住手 開心的就自己去太空炒一炒吧 淺景太空戶口圍繞地球走一圈要多久啊 妹妹 八秒鐘啊 就是你想說 如果你賺不到夠錢就證明你有金錢賭博 就很難過得你喝啊 正確嗎 你別看俘路這麼囂張 Madam還是有辦法治他 他直接給了他兩個選擇 一就是讓他主動交出太空戶口 二就是告訴社團的叔父們 他用社團的錢左手換右手全部落進自己口袋 說白了就是讓他認罪或者被加法處置 他頓時氣得火冒三丈 可也只能乖乖把戶頭給了Madam 可就在這時 戶頭的數字在不斷減少 一定是有人找了黑客入侵 浩羊這邊也是這樣 不過好在有阿梅這個電腦高手在 卓瑟心中也有了一些猜想 所以來找到歡喜 當眾指出他幫九指牆上位 其實是想控制整個重聯社 阿梅也放了狠話 如果歡喜不交代清楚一定走不出餐廳 就在這時徐天堂帶著一堆人感到 看著咄咄逼人的阿梅 話裡話外的意思就是 是護送九指牆和歡喜哥離開 可他們還在一起合租 避免不了被阿梅噴成狗腿 因為徐天堂告訴了他 這都是維瑟的主意 原來維瑟就是希望通過歡喜 來操控這次重聯社的選舉 希望讓他幫助九指牆坐上坐管 讓重聯成為SIA在江湖的眼線 CIB也得知了SIA的計劃 擔心他們攻刀蓋主 當即決定插一腳進來 而他們開刀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歡喜哥 他們查到歡喜哥護照上的名字不是秦歡喜 剛想用製造假護照的罪名抓他 最是一個小警員冒了出來 說這是真的 而且是被非洲一個小國家認證過的 明顯歡喜哥是不想承認秦歡喜這個身份 而這個長官又想調出秦歡喜的指紋來和他比對 如果一致那就不用多說了 但他卻打開手給大家看了一下 原來十個手指的指紋早就被他抹掉了 尋虎體 你全心滿意吧 我告訴你 我有心臟病 如果我這裡有什麼冬花豆腐的話 我本公司會告到你怕地的 聽你上司說 命中率接近100% 尤其是對男人 謝謝Madam 我現在有個任務給你 很適合你的 不過需要你保密 沒問題 Madam Chan你即共吩咐 因為徐天堂臥底的社團被CIB瓦解 可最關鍵的證據卻意外丟失 導致社團的座管無法被定罪 所以Madam才讓阿蘭這個展覽高手 接近徐天堂搜集情報 你別看他在上司面前呆呆的 可臥底在男人身邊的時候 單憑這比我命還長的大長腿 就沒一個男人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而且徐天堂做了五年的臥底 回歸警隊之後 各種制度對他來說都是家屬 只有阿蘭願意和他做朋友 而且到了下班的時候等他一起回家 他看到徐天堂身後跟著的狗仔 才知道不僅只有自己接近他 可徐天堂卻說沒所謂 畢竟自己是采過灰色地帶的人 說著還讓阿蘭給淋濕的兩個狗仔地去止經 話說回來 這是阿蘭十年前的臥底日誌 如今被神秘人拿到寄給阿美 而且上面還一五一十地寫著 懷疑徐天堂有問題 當然懷疑不是沒有道理 這天辦公室只剩下他們兩個 徐天堂因為打字速度太慢 不得已留下加班 但是卻發現下班的阿蘭手機落在了工位上 他只好打來電話 讓徐天堂先替他保管 其實這只是他和Madam切聽的手段 他們聽到徐天堂可能要出去見某個神秘人 可是全面封堵之後 還是被他坐計程車溜走 報告寫道這就假然而止 阿美心裡猜想 難道是要他調查徐天堂嗎 但他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做 只見他偷偷來到一處更衣室 打開了Madam璋的儲物櫃 而卓斯爾則在這次打給Madam璋 說有急事讓他先別換衣服馬上下籠 阿美則趁著這個空檔 換上了Madam的職業裝 來到了西九龍的一間小警署 Madam 刑事情報科總督察張紀茲 關於金波羅丹的個案 我也是想問鄧永忠 他在裡面吧 他在裡面 這裡在座所有人都可以做副管 只是狗子強一個不行 你不是崇聯社的人 你憑什麼說話 沒錯 我不是崇聯社的人 我是代表他們 你說什麼話 有關輔錄什麼事 啊 卓海 你不如直接點說 本來浩羊已經輸了座管選舉 但卓斯爾當中指出了九指強 算計自己兄弟的事情 因為他讓阿美假扮成CIB的Madam 找到其中一個小弟問話 但七嘴八舌聊了一堆 不為別的 就是為了他的指紋而已 順利打開他的手機之後 發現了他和九指強的錄音 裡面切切實實記錄了九指強 指使他搶了俘錄的錢 你敢做太無道義啊 九哥 你不是真的在阿俘錄未住嗎 九指強今天可以為錢吃了俘錄 他做了座管 始終吃了你們 不過他還在狡辯 因為當選座管也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好在叔父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提議這次選舉作废 改天重新再競選 隨即他來監倉找到前座管的也 說自己沒能幫助浩陽競選成功 我也讓他別放心上 因為他已經有了一個周密的計劃 第二天 叔父再次召開社團大會 說新的競選規則就是讓他們請客吃飯 搞兩個江湖飯局 誰請來的江湖人士更多 就證明更有威望 那麼他就是下一任的作管 隨後叔父讓大家休息一支烟的時間 再決定是否同意這個遊戲規則 卓瑟希望浩陽參加 因為九指強之前經常和人結仇 對他來說是個機會 而九指強這邊也見了他的軍師歡喜哥 然後匆匆回到了社團大會 隨後他也告訴卓瑟爾 畢竟自己在香港混了這麼多年 人脈這一塊還是有些的 而另一邊徐天堂游泳的時候 救了一個溺水的女孩 他自己也說只是抽筋而已 你以為他又走桃花韻嗎 其實不然 到了晚上保安局的慈善晚宴 你就會發現這個女孩其實是保安局長的女兒 而且在她被兩個富二代騷擾的時候 挺身而出為她解圍 然後他們久過三巡之後 提出去外面的泳池游泳比賽 只見二人直接脫掉禮服跳入水中 徐天堂接觸蘇小姐並不是花心 而是美男計 就是為了調查保安局局長蘇子安 而此事案中調查的不止她一個 還有阿梅 她經常會收到有人寄給她十年前的臥底日誌 而且還是連續集 第一集是阿鸾接近徐天堂 懷疑她人和社團有往來 而這次就是溫祥 那時她剛從泰國跑路回到香港 完成任務後 Madam卻不讓她回歸警隊 無奈她只好再次踏上臥底之路 結果人家為了測試她 給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給人開堂破度 取出裡面的糖果 好在手法還算精湛 大佬高興之餘帶她出去消遣 結果正好遇到了徐天堂 而祖局的大佬就是第一份日誌提到 徐天堂甩開阿鸾劍的神秘人 第二份日誌到這也就結束了 讓阿梅對天堂的懷疑更加加深了一些 而另一邊 卓瑟也在為浩羊競選的事情奔波 找了一個又一個大佬 結果哥哥都說不好意思 已經答應了歡喜哥 而且就在他找下一個大佬的時候 歡喜恰巧就在這 為了搬回一城 卓瑟直接讓阿梅綁了這個大佬的兒子 威脅他站隊 氣得他直腦頭 馬上淡掉卓瑟的心都有了 關喜哥本以為吃定了卓瑟 因為他已經為九指牆打通了天地線 到時候各個江湖人士都會參加他的飯局 浩羊就輸定了 可你看他倆臨為不亂的反應 就一定有鬼 其實浩羊早就串通了叔父 在抽籤的時候動手腳 眾人不解為什麼浩羊選了8月18號這天 維瑟查道 原來8月18號就是浩羊乾爹 也是重年前做管維也出獄的日子 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的卓瑟和浩羊也已經來到堅倉感謝維也 如今離座館只有一步之遙 最需要擔心的就是維也的安全問題 此時的歡喜也找到了維瑟 說自己能做的已經做了 奈何九指強勢一攤爛泥 作為交換 維瑟也給了他關於之前衛家的調查報告 至於為什麼調查我們之後再說 不過他們兩個見面都被阿梅用航拍記錄下來 卓瑟也十分不解 所以在維也出來當天 趁機找到上次暗算維也的那個人 我剛才跟你打的那些是同樣 要命剩下兩分鐘 不想死的人聽我的話做 誰指使你殺死維也 我就說了 弗鹿啊 弗鹿說沒做過 真是他指使我的 六 十 九 八 七 是毀了榮 毀了榮 毀了榮 給了五十萬我對想毀劍 卓瑟還沒有機會告訴維也真相 因為他此時已經被維瑟利用保安局的身份 偷偷接走了 維也還以為失散多年的兒子要和他重歸於好 他怎麼也不會想到這都是維瑟的計策 說自己從小背井離鄉沒有父母 從來沒過過生日 希望維也可以今晚留下陪他慶生 威爺 到中開直了 浩陽在那兒等著你 我見過陳福樹 他親口跟我承認 買兇殺你那個 不是弗鹿 是你兒子 回座位 不是吧 所以我們搞錯了 SIA一直在背後操縱著狗子強 目的就是要弗鹿和浩陽 鬥山鬥死 你親自接駁 我們去喝茶 翻舊屋 砌家屍 這些你不是做戲的嘛 不是做戲的嘛 你錯了三十年了 還要走回我條路 你很聰明 在政府裏面做官 我們家山有福 叮得背落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哪怕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兒子 央求他不要走 他還是選擇了社團的兄弟們 這樣中一起的坐管你怎能不愛 不過徐天堂早就安排了車堵在半路 弄得整個油麻地水泄不通 卓瑟和韦耶也隨機應變 改為下車不行 然後在商場裡製造了小型爆炸 追上來的徐天堂 才發現卓瑟身邊的並不是韦耶 而是Madam假扮的 而此時韦耶早就被報Sick偷偷帶走了 但此時浩陽這邊的飯局 見韦耶遲遲未到 心中也打起了退堂鼓 而且九指強此刻也帶著歡喜過來 說韦耶今天不回來了 讓大家去他那邊站队 但你記住他囂張的嘴臉 下一秒韦耶出現的時候 乖得和隻貓一樣 而其他人自然不用多說 不是跟了韦耶幾十年的 就是韦耶之前的左右手 當然是全力支持浩陽 對連九指強的手下也開始反水 而另一邊 保安局高層還在為這次沒能參與重聯社感到可惜 不過韦斯爾和蘇局長還是稱讚徐天堂精靈能幹 而且就在這時 局長的女兒也走了進來 說話間就要帶走徐天堂去看電影 而她也大方承認和蘇小姐交往了一段時間了 與此同時 剛剛上任的浩陽立下的新規矩 就是要把社團洗白 幾個大佬全部都不同意 當屬賣白面的九指強了 每個月收的錢是越來越少 就在此時歡喜找上門來 拿出一千萬讓九指強幫忙干掉一個人 這對她來說可是大半年都賺不到的 就一口答應下來 就一口答應下來 這就是歡喜讓九指強綁來的人 而且在第二天一早 卓瑟幾人就在垃圾桶裡發現了九指強 不僅如此 就連歡喜的老巢也被一堆蒙面人衝了進來 而且每人都手持一把AK 他們見不到歡喜便上車離開 不會想到她早就在一旁看著這一切 並且準備來個反跟踪 但是車開出去沒多遠 後面就又跟了一輛黑色SUV 她以為是自己暴露 準備拿槍幹掉對方的時候 才發現後面是卓瑟 而且在用閃光燈為她提醒 說前方是個陷阱 果不其然 這些人在路口直接截停了所有車輛 要知道如果沒有卓瑟 歡喜就是死定了 她只好向卓瑟和報Sitch說了事情 原來她正在查一個叫做ENT的組織 是丁姐失蹤前調查的最後一個案子 之前幫維瑟做事也是要交換這個組織的情報 直到今天看到對方這些訓練有素的僱傭兵 才覺得自己是躺臂擋車 這幫人無論是裝備 和做事的手法都非常專業 我想不是普通合邦那麼簡單 我聽調查的目標是他們 這樣很危險 最近我收到韋所榮的情報 所以想聯絡阿丁去查一下是俊鋒 但一直都聯絡不到他 差不多整個月 連你都找不到他 事後經過報C向CIB求證 才得知這個ENT的領頭人叫魏晉峰 在國外多年來犯案無數 可是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他將此事告訴卓瑟之後 他和歡喜都想起了一個名字 那就是被他們聯手幹掉的魏德信 應該沒有那麼巧合的事情 與此同時 浩羊也在和卓瑟商量 把社團一些不入流的業務打包 賣給一個叫泰先生的人 在他和泰先生談生意的時候 卓瑟則來到外面監視對方的一舉一動 是你 是你 我想問一下報C有個私人的問題 你是否曾經和過一個香港的警察 叫丁小嘉的一齊 沒錯 雖然他嘴上說著對丁姐早就沒了情意 可任誰也看得出來 當聽到對方是怎麼對丁姐痛下殺手的時候 報C恨不得將他生吞活潑 但他也只能咬著牙稱讚對方做得好 並且敬了他一杯酒 可最終在無人的時候還是會崩潰 尤其是想起和丁姐曾經的一幕幕 讓他更是哭得泣不成聲 此刻他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為他報仇 但這時歡喜卻上門找他喝酒 而且趁他醉醺醺的時候將其鎖在家裡 只見歡喜由門踩到底撞向這個代號狂人的殺手 他以為對方被他撞匀 可對方突然抬手一槍差點打爆歡喜的頭 說實在的 一個老頭和一個職業殺手的較量 確實沒什麼懸念 就在歡喜被壓制得動彈不得的時候 幸好報C即時出現 而且歡喜反應也夠快 當即敲出CIB密碼 說二人聯手左右圍攻 就在報C繞後的時候 歡喜也被人繞到了後面 他本以為自己凶多吉少 可對方竟然也敲出CIB密碼 意思是大家先冷靜點 隨後來到教堂和卓斯爾幾人見面 他說自己是新西蘭警方派出去的臥底 臥底的時候認識了丁姐 CIB密碼就是他叫的 而且他現在應該沒死 因為是自己找傳送他取得因果 只不過是現在失聯了 自己之所以沒去找 就是因為被臨時派到香港做任務 這個剛剛下班的男人 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狙擊槍瞄準了 隨著一聲槍響 倒地之後才發現原來是麻醉槍 作為保安局的二把手 竟然被人綁來洞行 只為詢問他的仙人是誰 可是無論什麼方法 韋瑟始終都不肯開口 他也對著電話那頭說電機也沒有作用 應該要啟用備選方案了 就算犧牲了也沒所謂 至於犧牲什麼稍後再說 就在他們談話的時候 隔壁的阿菲在偷聽著一切 第二天他從昏迷中醒來 看似下無人便準備偷偷溜走 但是卻迎面撞上手在這裡的阿菲 他一把奪走對方的手槍 阿菲只好說出自己是新西蘭的臥底 正在與著色合作 而他也說自己並不想逃走 而是想留在這繼續調查 但阿菲卻一把將他打暈 原來是魏靖峰回來了 還抓來了麥登章 他說要把這兩人帶去國外 讓阿菲留下善後 之後又來了一輛車 裡面出來的一副大老模樣 阿菲認為他就是魏靖峰背後的老闆 也覺得是時候可以收網了 然後抓了他以為的大佬 威脅魏靖峰就範 但誰知道這時候 維瑟撿起地上的手槍 指向了他們二人 不僅幹掉了魏靖峰 就連阿菲他也準備滅口 就在他打算補槍的時候 道士和卓瑟感到 衛斯爾其實是魏家第三代魏德信的親弟 只不過從出生開始就成為了魏家的暗線 從警校畢業到CAB再到出國深造 都只是為了給魏家保駕護航 直到魏德信被卓瑟和歡喜哥幹掉 他才決定回國加入保安局 只不過審核要求十分嚴格 他只好找來催眠大師讓自己忘掉魏家的身份 用著魏瑟的身份直到現在 但眼看催眠時效已經過了兩年 魏靖峰只能來香港強行喚醒他 CAB為了調查這次的事件 也請來了魏家第二代 也就是他和魏德信的父親 親眼看著自己的生父 在審訊時說沒有他這個兒子 不知道他是該慶幸還是難過 之後他甚至和卓瑟一行人共同調查 假母假式的推理起來 沒有任何人懷疑他就是魏家後人 可到了深夜 他自己的雙重身份卻在互相打架 而另一邊 阿梅一直在調查十年前的臥底事件 發現黑警的線索似乎也有了眉目 並且發現給他寄臥底日誌的人 就是CIB的一號人物Madam Liu 據他所說 那年本來有證據證明 徐天堂是清白的 但最後卻被保安局的蘇子安 強行銷毀 一個臥底無端端被人誣陷是黑警 就因為曾經踩過灰色地帶 所以說什麼都沒人信 他知道對方沒有證據 但這種被人懷疑的滋味實在難受 便一氣之下扔下政見辭職 就連阿蘭衝進來為他求情 Madam也當作視而不見 不是他不想幫徐天堂 是因為上頭已經下了命令 就在他離開警隊的當晚 阿蘭冒著大雨求他留下來 又這一問也讓這二人確定了關係 他們也想約著等阿蘭下次任務完成就移居泰國 但誰知道那次任務阿蘭就再也沒有回來 如今他回到警隊 就是為了揪出最大的那個黑警 直到十年後的今天 Madam終於幡然醒悟 委託阿蘭調查保安局長 而且徐天堂也和他交代了 自己正在接近蘇局長的女兒也是為了調查 不僅如此Madam劉又找了卓斯爾 希望他率領曾經的老部下調查此事 但他卻不想再參與江湖的爭動 可卓斯爾这邊剛拒絕完 CRB就派人過來抓了阿蘭 說他那次冒充警察審訊犯人 他當即就明白這是逼上梁山的節奏 之後卓斯爾找到Madam張 本想著說說好話讓他放了阿蘭 但他卻非常直白 讓他作為交換 參與這次調查蘇局長的行動 為了救出阿美 就這樣 鐵三角再次走到了一起 經歷了那麼多都打算退休了 誰不知都是身不由己 兜兜轉轉了十幾年 現在又做回一團人 我們快點搞定 盡快找到證據 將蘇治安承之於法 黑警勢力 就是當年的保安部 完這一封信 都可能是他們列祖出來的 跟著找我來做煙望 做到影武者 就遇了隱藏身份 我想你應該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 看來沒搞清楚身份地位 那個是你 這次的任務 叫做影武者行動 由卓開主理 阿G 你就做卓Sir的副手 好啊 你們繼續商討合作個細節 我有些緊要事要處理 我先走 這次影子行動 不僅由卓斯爾全權指揮 而且就連行動中出現任何傷亡 都要他一人承擔 這也就意味著 他自己要和整個保安局為敵 首先第一步 當然由徐天堂出手 他本來就和蘇局長的女兒是暧昧關係 這天他借著來到蘇小姐家修電腦的機會 安裝了偷聽器 到了晚上阿美假扮客服和他聊天 並且說為了安全起見 讓他輸入在澳洲留學時使用的賬戶密碼 徐天堂則看著監控全部記錄下來 幾人本想看看蘇局長會不會把贓款放在女兒名下 但誰知這個賬戶還要短信驗證 無奈就此作罢 但到了晚上 蘇局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問他 有沒有登陸帳戶 並且在家裡四處張望 等他走後 從被子下面拿出的那個竊聽器 雖說徐天堂騙了他 但他還是決定打開這個帳戶 就為了證明自己父親不是黑姐 打開電腦的那一刻他驚呆了 賬戶裡竟然有4500萬加比 與此同時 身後的蘇局長臉色逐漸陰狠 第二天他就主動找到徐天堂 說自己女兒這幾天都是喝個爛醉 讓他好生照看著 真出了什麼事會要他好看 說完這些剛轉身離開 徐天堂就受到了蘇小姐的短信 約他在鄉下見面 可等他過來後 四處都尋遍了也是空無一人 聽到外面引擎發動的聲音 他趕緊追了上去 但追到一半就被攔了下來 就因為他發現了自己父親是黑警的秘密 他對父親失望至極 吵著嚷著要去揭發他 蘇局長也情急之下把他推向輸架 掉落的獎盃就這樣 奪去了自己女兒的生命 但他連給自己難過的時間都沒有 當場打電話吩咐下去 說要把這場意外嫁禍給徐天堂 為了調查真相 阿梅不眠不休的幾個晚上 一直盯著監控尋找線索 最後還是在著色的勸說下 他才肯回家休息 但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什麼 拉著歡喜哥就去了廢車場 而且好巧不巧的來了一場大雨 看著廢舊的汽車前盪 再一點點脫色 他終於明白自己為什麼找不到線索 原來他要找的車不是黑色的 而是白色的 而且調查一番後發現 這車最後就在報C的地頭消失了 作為前紅英座管找個人來說 還是易如反掌的 但奇怪的是卻出現了 可剛剛發現這個目標人物 就因為阿都監視的時候偷偷打牌 讓對方有機會偷溜出去 斥責Madam當時就應該行動抓她 留到現在就是只為了放長線 立大功而已 說完便準備自己出去找人 但歡喜卻說這人假死之後 已經十多年和老婆孩子不聯絡了 他們翻出之前的視頻證據 Madam Zhang通過口行發現 她可能要去參加女兒的婚禮 幾個人帶著最後的希望搏一搏 沒想到真的遇到了她 在夜深人靜的尖艙裡 這個男人等御警走後 拿起一旁的牙刷 蹲在洗手台邊磨了起來 磨成自己滿意的狀態以後 二話沒說就抓進了大腿裡 痛苦的尖叫聲引來了巡逻的警員 急忙把她送去醫院 她這麼做就是為了見阿梅一面 因為阿梅為了調查真相幫自己脫罪 沒日沒夜的守在暗發地點 而且還被對方找人來滅口 幸好梅姐也不是吃素的 當時三兩下就把對方按住 說 是不是都治安泰理來的 說啊 都秒秒哪個殺人 怎會讓我去這途 說啊 之後卓瑟告知他阿梅受傷 徐天堂才想出如此下策 送來醫院後他不顧身體的虛弱 更是硬生生的折斷手指 跑了出去 還好二人在醫院順利見了面 另一邊卓瑟在查找十年前的證據時 無意發現自己派出的臥底檔案 Madam Zhang也打開阿翔的電腦 裡面清清楚楚記載了保安局使用的假身份 就是用這些已故的人 給犯案或者被通緝的手下更換身份 他們調查之後 發現其中有兩個竟然就在香港 Madam Zhang帶住一個 但她嘴硬得很 一副準備和Madam於死亡破的神情 而Madam留見她這麼囂張 更是直接衝了進來 你是蘇子安身邊的狗 郭鶴華那件黑警集團的案件破了之後 你是被懷疑有關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在協助調查之中 你又疑似跳海自殺 整件案不了了之 你現在只有一條路走 就是把蘇子安全部供出來 我轉你做污點證人 坐幾樓出來就是這樣 你吃屎吧 哈哈哈哈 想我說 哈哈哈哈 你說這些沒用的 嚇不到我的 你說完之後 就也要坐 看著她如此膨脹 就知道離滅亡不遠了 因為另一個沒被抓的同伙 可沒這麼好的心理素質 她躲來躲去 還是被兩個巡警給發現 要不是歡喜哥救了她 估計也已經被抓了 歡喜哥說自己是蘇局長派來救她的 而且自己也和她一樣 都是蘇局長給的假身份 歡喜哥帶著她來到停車場 說等一下有人會接應他們去國外 很快阿天就假扮成蘇局長的人過來接應 其實這就是歡喜哥他們的套路 讓這人以為自己成為了氣子 為了保命自然就出賣了蘇局長 第二天蘇局長就被請回來喝茶 而且面對他們的指控一句辩解的話也說不出來 面對如此確鑿的證據 上庭之前這段時間自然是被關在監倉裡 維瑟來看望她的時候 她表面聲淚俱下說自己已經回過 可手指卻偷偷地在敲著密碼 告訴維瑟關鍵證據 就在Madam Zhang的那部電腦裡面 讓她想盡辦法也要毀掉證據 她想了想還是答應了 然後帶著目的來找Madam Zhang 發現她姐姐竟然從國外回來了 她說自己是負責大數據方便的專家 幾人短暫地吃個飯大家就都回去了 但在送她回家的時候 姐姐竟然掏槍出來 見如今維加後人回來 歡喜更是時時刻刻擔心被人報復 覺得斬草除根才沒有後顧之憂 希望卓瑟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但也知道她的脾氣秉性 是不可能和她狼狽為奸的 只好綁來了徐天堂和阿梅威脅 隨後他們二人一同來找到肥叔 經過介紹才得知 這個肥老竟然是曾經 統治街頭的長星社的創始人 但是他很奇怪 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問阿梅 徐天堂是不是她男朋友 給我認識的徐天堂 她不會這樣做 但是她英俊 英俊沒本心 你真的不知道嗎 其實她是用這個方式隱喻了自己 當年的維加就是這樣把一切從她身邊奪走 害得她去鄉下種土豆 如今回來就是要東山再起 卓瑟也隱約猜到了 肥老應該掌握著不為人知的秘密 不然不會有這個底氣回到香港 肥老沒有否認 並且緩緩地說出了魏德里三個字 就是維加最後的遺孤 大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現如今魏德里回來復仇 在座的幾位都有危險 倒不如和肥老合作一起先找到魏德里 但他們並不知道 魏德里就是如今的維瑟 並且他現在已經厌倦了打打殺殺 只想經營好維瑟這一個角色 奈何天不遂人怨很快網絡上傳出了這樣一段影片 擺明了放出來故意挑釁魏加 不僅如此 維爺爺看到了影片 急忙叫來了為事兒 我叫海幫我做事 我做一做一做一看不見了人 那幾個勢去找啊 他只能找到尿片給我 你叫卓海去做事 和他失蹤有關呢? 我叫海 代替淑夢院社 和金青社爭賭船單回來 他談完之後 都會回來幫我匯報的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搞成怎樣 全世界都以為蠢子是姓魏的 全世界沒有人記得我身之間 他用港島的風山水 紅白一方的時候 我立馬塞加勒種鼠仔子養我 我要重見新長兄 我要全世界知道長兄 不是只是姓魏的 有我身之間粉的 肥叔想接著卓瑟他們幾個的命 引出魏加最後遺孤 但他們不知道 魏德信已經發現了他的計劃 他利用韋瑟的身份 一直監視和調查都沒什麼線索 只好拜託Madam章利用臥底事實 結果Madam推薦的人就是報C 啊 為何我看不出來啊 一個UC可以做到草管 早知道不跟狗之強合作 叫你過來SIA 幫你掌握好果 接著報C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大家也一致表示贊成 第二天他就孤身一人來找了肥叔 他假裝不知道卓瑟在他手裡 說自己是代表重聯社來談賭船的聲音 肥老讓他排排隊 因為好多社團都拋來了橄欖枝 但報C卻說他現在就可以把所有競爭對手幹掉 只見他一通電話 此時其他的七個社團大佬都被CIB請回去喝茶 肥叔才知道眼前這人不能小看 也納悶他不是重聯的人 為什麼這麼賣力幫他們做事 報C卻說自己是在蛇服 表現自己不為別的 就是要等一個做大事的機會 至於是誰給他的機會都無所謂 他們二人相識一笑 約定好一周後的長星同門宴上在談 報CID把這個消息告訴韦瑟之後 他立刻猜到肥叔應該就是想引魏家的人出現 與此同時肥叔也找到魏家上一任的座管 盤塞着一套說辞讓自己名正言順地當上座管 但他們不知道 魏德里一直在隔壁監聽 並且肥叔說自己會把卓瑟他們四個都幹掉 給魏德心報仇 幸好就是有你見過 搞定他們四個 長兄這個龍頭位 只有見過你教資格錯 原來他不單是個勇才 他是個混蛋 他沒有資格勝利 我不是阿榮 我是魏德禮 這個名字是阿爺改給我的 因為有長兄才有魏德禮 他聽到自己的親生父親 狠狠地貶低爺爺和魏家的產業 血脈中的魏家基因再也壓抑不住了 本想著好好做保安局的魏瑟 奈何有人總想挑釁魏家 另一邊 報Seed還在扮演著想上位的小弟角色 在肥叔身邊幫他做事 肥叔也發現有人竊聽自己 他推測不是警察就是魏家的遺孤 隨後他將此事告訴了卓瑟他們 說自己在長兄同門宴當天會埋伏大批槍手 只要魏德禮出現就會幹掉他 之後就會放大家回家 相信大家都有疑問 那如果魏德禮不出現呢 說著話的功夫就要啟程 帶他們去同門宴 肥叔到了飯局才發現 其他的四個大佬早就到了 並且都拿出了自己的玉牌 他因為沒有龍頭印記 便把這四塊玉牌組合起來 和龍頭棍的意義差不多 他拿到玉牌後起身 說十年前讓長兄覆滅的四個元凶 他已經抓到 就是卓瑟他們四個 讓大家一起執行加法 這場面急得報信滿頭大汗 但是外面監視的魏德禮卻不慌不忙 因為他早就讓自己老爸 帶著真正的龍頭信物出來 說見此信物就是作管 而且到初這一切都是肥叔脅迫他做的 可還沒等他說完 卓瑟就站了出來 按理說這種場合他本不應該說話 因為他聰明的小腦瓜有了新的主意 你忘記自己什麼處境 堅哥 你和我也知道 應該繼承長兄的是另有其人 他就是魏德禮 是魏松山的私生子 魏德禮現在已經來了 他在會場裡面 卓瑟 知道誰是魏德禮嗎 他就是站在你身後面 是他 無論這四塊肉塊還是這個技人 都應該由我來繼承 帶領長兄的應該是我 殺死 你根本上不是魏德禮 真正的魏德禮不是這個場 你說魏德禮另有其人 那他現在在哪 魏松山單大至極 拿出來社團龍頭應急 卻被報Seed冒名頂替是魏家後人 氣得他大喊真的魏德禮另有其人 大家都好奇是誰 但他話說一半卻沒得下文 因為他知道 但凡自己泄露了魏瑟的真實身份 小命一定不保 但下面的幾個大佬有些不耐煩了 說他就是來搅局的 如果不交代清楚 別指望活著離開這裡 魏松山見此情形 真相也似乎已經到了嘴邊 魏瑟見自己可能馬上暴露 立刻帶著手下進去抓人 幾個大佬聽說門口有警察四散而逃 肥叔領走時還順走了四塊社團玉牌 報Seed本想拦著他 卻被女保鏢三兩下擊退 而衝進來的魏瑟看到魏家的龍頭印在火盆里面 竟然直接徒手把他撈了出來 還用餐步擦得干干净净 由此也能看出魏家對他來說十分重要 而另一邊逃跑的魏松山回來和魏瑟交差 明明是兩父子 卻好像身份顛倒了過來 他高高興興拿著錢援走高飛 誰知道車上早就裝了炸彈 如此冷血的做法 把手下也驚呆了 而卓瑟他們這次逃過一劫 回到總部還想著繼續調查魏家 這時阿梅拿出了一個御牌 說是之前肥叔逃跑時掉在地上的 他們也決定由此作為切入點調查肥叔 但第二天一早 阿梅就被人埋伏了 拋出來了 打電話給你 是你? 生志堅要你來搶什麼? 有排在哪裡 我这就是天生犯正的老骨头 就会死的 我试着帮你向我观求情 希望你一百岁前 翻了出来 毅得你已经在面做很多事了 长空之旗迟早动起身 但如果你肯跟我合作 我有办法自拒 想先拿回长空去控制他 肥叔此事还不知道眼前的韦瑟 就是他苦苦寻觅 并且做梦都想干掉的魏德里 这次来找他合作 目的是为得到阿美捡到的那块玉牌 肥叔说是长星的纪念品 但这可骗不了韦瑟 他虽不情愿 但也只好说出实情 原来这四块玉牌 就是现代版的四十二章经 是韦家第一代画世人所作 难道里面有什么 是能够重振长兄的 找到长兄的秘密 就等于掌握到长兄的秘密 你从心无法理想 这可吊起了他的胃口 更是直接来到政务房 偷出了那块玉牌 等到三天后肥叔与他约在保龄球室 卓瑟他们也在门口守住袋铺 维瑟这时打来电话 让肥叔把另外三块玉牌放在更衣室里 毕竟放在他手里要安全的多 他看着卓瑟带人进来 没办法治好赵总 等他集齐了四块玉牌之后 发现上面有蜡蜂在玉牌之上 用热水化开之后发现 每颗玉牌竟然都藏了一个小字 合起来就是德加堂427号 原来他爷爷竟然把秘密藏在了骨灰厂 但是打开对应的柜子却什么都没有 与此同时 肥叔也找到另一家骨灰厂 打开柜子后拿出了里面落满灰尘的两个笔记本 这才是魏家珍藏已久的宝藏 里面记载了各个商界名流和企业大亨 早期还没发家的时候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肥叔找到笔记本上的第一个人 对方竟然肯花五一球他别透露出去 与此同时他也找到卓瑟 说明天下午三点还在这里 他会把魏德里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 收到消息的维斯尔这才知道自己被人摆了一道 而且还被拍下了照片 如此一来魏德里的身份就暴露了 迫不及待地约着肥叔见面 这下就没人知道他是真正的魏德里了 卓瑟他们几个也察觉肥叔一伙人突然消失 决定利用大数据搜查一下肥叔的去向 但谁知痕迹都被人抹出 就连Madame二人来现场调查 都发现这里被打扫得一干二净 不过好在他有强迫症 发现了有几颗保龄球的摆放和之前不同 才断定是有人修改了监控视频 但网络调查可难为了报Seed这个大老粗 只好找来阿梅帮忙 他怀疑负责保安局大数据分析的张警官有问题 也就是Madame张的亲姐姐 第二天他就将自己被黑客攻击的事情告诉了维瑟 只见他眼神很犀利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的阿梅正在挑选和天堂结婚的礼服 就在他准备下楼付款的时候 被擦肩而过的一个黑衣男摸了一下脖子 他还纳闷是不是遇到了变态 送到医院后 医生检查后发现他后颈部被人刺破 身体被注射了什么物质还不清楚 看着阿梅生命一点一点流逝 天堂再也绷不住了 病房外的报Seed也在自责 说自己不应该让阿梅查张警官 然后他突然想到什么 原来阿梅出事前给他打过电话 说调查报告就在他的那部电脑里面 回到总部后果然有未读的邮件 但是却需要阿梅的语音密码 而此时的阿梅已经不堪重负 哪怕华佗在世也无力回天 其实他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调查面前的这个张警官 画面转回前一天晚上 报Seed找到维瑟要求加入保安局 要知道 曾经维瑟可是挖了他很多次 都被他给拒绝了 而报Seed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说出想加入保安局 就是为了调查张警官 维瑟心里也在默默称赞 他这不显其属世世妙 如果自己不同意 那就是心里有鬼 如果同意了 也没办法轻易对他下手 而报Seed如此冒进 都是因为在阿梅领走前 他看到天堂为他戴上结婚戒指的那一刻 突然想起半个月前的画面 更令他愧疚的是 其实阿霞早就把真相告诉了他 他也和卓瑟共同发誓 一定要将这些藏在暗处的小鬼都揪出来 但徐天堂可没有他们的耐心 毕竟牺牲的是自己老婆 他直接找到张警官 上来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通咒骂 要不是维瑟和报Seed出来拉架 张警官已经被徐天堂生吞活泼了 这女人更是可笑 他担心徐天堂会找出真相 想让维瑟偷偷干掉他 维瑟让他放轻松好好放个假再说 另一边报Seed也和维瑟说了 阿梅电脑里的加密文档 里面应该有之前调查长新的档案 但是需要声音密码 维瑟也顺势提出 让网络专家张警官过来帮手 因为他有破解密码 专用加速器会快很多 就在三个小时前 报Seed带着温迪在总部解密文档 可刚刚插进U盘 整层的资料室就被炸得粉碎 好在他们早就知道了维瑟的狗迹量 提前逃了出来 从同事口中得知报Seed相安无事之后 他又打电话通知了刺客组织 这才有徐天堂和欢喜哥和他们开战的一幕 而从后门悄悄溜走的报Seed 也被对方牵制住 只好让温迪一个人先跑 可这时那个黑衣人又出现了 又是轻轻一拍 温迪就缓缓倒下 再也没能醒来 此时仓库内的一群枪手也达到目的 瞬间停手撤退 Bosseed终于忍不住找到维瑟 在办公室大声地说出了真相 报Seed领走前还交代阿多照顾好温迪的妹妹 但就在阿多照顾她的时候 不小心在他们姐妹的信物里发现了一张储存卡 好奇心驱使她打开后 发现里面清清楚楚记载了保安局这些年的肮脏事 还有维瑟尔的真实身份 有了这份文件 徐天堂第二天就带人把她给抓了 而且由Bosseed和徐天堂亲自审讯 可到了审讯室里她依旧不慌不忙 就在刚刚香港所有的致命大壮来共同给她保释 就连警方内部也告诉他们三个不要再查下去了 过段时间会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 送他们去国外 Bosseed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黑白颠倒的也太容易了吧 物质报C的一个被人针对 就连欢喜和徐天堂也在刚刚被人埋伏 还是同样的手法 不过这次被徐天堂给带住 他也终于有机会给老婆报了仇 让他也尝试了一下中毒的滋味 而欢喜哥这边虽说中了毒针 但是好在有钱包挡住才捡回条命 卓斯尔这边自然也跑不了 被几十个刀手围了起来 好在其中一个蛊惑仔是老朋友 卓斯尔才幸免于难 但是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倒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维瑟尔也十分诧异 消息已经放出去几天了 这几个人竟然没一个被干掉 就在大家都认为走到绝路的时候 卓斯尔又有了新主意 他找到维瑟尔的女朋友 把维瑟尔所作所为和双重身份都说了出来 Madam表面上还是决定待在他的身边 但实际趁他睡着了之后 偷走了那个记载了各个商界名流肮脏式的笔记本 卓斯尔也拿着这个本子找到那些大人物 说服了他们不要再帮助维瑟尔 维瑟尔的真实身份也已经暴露 就这样 本来控制了黑白两道的卫德里 只能找维瑟帮忙送自己跑路 可维瑟尔已经知道他真实身份并不是自己的儿子 慢慢地把手伸向口袋里面 多疑的维瑟尔不有分说率先开枪 可维瑟只是拿出电话 里面传来的声音是传已经准备好了 与此同时卓斯尔他们三个也追了过来 我爷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但他还是凭借精湛的枪法 打倒了徐天堂 从后门溜了出去 但他却发现自己的挚爱Madam Zhang 早早就在这等着他 他也试图说服Madam Zhang和他一起逃去国外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追来的卓斯尔给打断 Madam这时却选择为他挡下这一颗子弹 然后告诉他从此护不向前 不过他没走出多远就被Bossit躲个正着 而且不慌不忙地让Bossit做个选择 我们找了很久也是得利 也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 知道丁少佳是哪个人 我死了的话 你这时候也见不到 放下枪 考虑一下 给你们重准 但就在Bossit放下枪的一刹那 未得你抓住时机准备干掉Bossit 就这样他们二人身中竖枪 双双倒下 时间也来到三个月之后 曾经壮大的卧底小队 如今就剩下这四个人了 但他们仍旧选择默默守护这座城市 而受伤的Madam Zhang和卓斯尔也都回归了警队 不过这次卓斯尔终于变成了CIB的一格 而康复的Bossit也准备继续追查丁姐的下落 他转头找到卓斯尔 又回到那个与卓德里对枪的工厂 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卓斯尔教导过 开枪只是为了致富一范 所以当天根本没有打到他的要害 反而记得是在自己意识模糊之前 卓德里的头部又中了一枪 而在八百米外开枪的Leaving哥 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但他还是不会放弃 一直到找到丁姐为止 很快报CIB又找到了新的线索 施助监仓里一个叫画家的人吵着要见他 就这样使徒行者第三步告一段落 但故事还远没有结束